秦琼和玉石宫本来是大唐的开国将领 后来竟成为家一户晓的门神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书街上回 龙王被斩首的当天夜里 唐太宗突然梦到 经和龙王提着血淋淋的手提 找他算账来了 非要拉着他到阎罗殿去讨个说法 唐王吓得汗流加倍 正在悲难时刻观音菩萨显灵了 他奉如来的旨意 正在附近物色取经人 恰巧听到皇宫里 鬼哭老嚎 就赶过来 帮唐王化解了一场灾难 有些人看完会有疑问 为什么经和龙王 不去找元首成和魏正报仇 却非要缠着李世民不放呢 其实说来也简单 经和龙王就是个欺软怕硬的主 元首成和魏正 谁他都惹不起 所以只能将满身的怨气 发泄到李世民的身上 我们继续往下看 唐太宗被龙王吓过之后 就落下了毛病 一到晚上就开始做了梦 身体被严重透支 从此一病不起 御医们都说 皇上大县将至 活不了多久了 百官听了都大惊失色 这时 唐王将徐茂公 秦琼和玉石公三人叫来 诉说自己每日夜里 都能听到有鬼魅哭好 根本无法入睡 秦琼当即表示 自己愿和玉石公一起 为唐王把守公门 于是等到晚上 他们二人身披盔甲 手指金挂大火 势力在太宗的寝殿门外 有他们二人在此把守 李世民终于睡了个安稳觉 可是唐王又不忍他们热意操劳 就把宫廷画师找来 将两位将军的容貌 画成画像 张铁在寝宫大门之上 果然收到了成效 唐王再也听不见鬼孤狼吼了 其实在唐太之前 就有门神一说 只不过那时候贴的 都是神徒和玉蕾 但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秦琼和玉石公成功上位 成为了家一户晓的新门神 再说唐太宗 虽然睡觉清静了 可是身体却日渐衰弱 眼看大县将至 他便将徐茂公和魏征找来 向他们交代后事 而魏征却拿出一封信 递给了唐太宗 原来魏征和地府的崔判官 有八败之交 有了这封信 崔判官就能在安宗相助 让唐太宗反完扬间 唐王听完 赶紧将信放在袖子里 闭上眼 当时就死了过去 最后他找到崔判官了吗 我们下集接着聊